上世纪90年代早期 可以说是清版动作过关游戏的黄金时代 尤其老卡的一些佳作 甚至能够起到影响主机大战走向的作用 而作为街机行业的老大 世家虽然很早就曾经开发过经典的清版动作过关游戏战斧 并且为了帮助MD对抗SFC上那些老卡制作的经典游戏 也曾在MD上制作出了粉丝众多的怒之铁拳系列 但通常在玩家的认知中 世家似乎并不以清版动作过关游戏而建长 但实际上在老卡掀起的风潮渐渐平息之时 世家却做出了一款颇具革命性的清版过关游戏 那便是这款爆裂刑警 说它具有革命性 不仅是因为这是最早开始在此类游戏中 引入了电影化叙事的作品 更是因为它是最早尝试使用QTE系统的游戏之一 当然那个时候QTE这个名字还未曾出现 因此这也使得爆裂刑警 在一些玩家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同时也让它成为了当年电软一些编辑 最爱在杂志中探讨和推荐的游戏之一 不过可能不少玩家并不知道的是 这款游戏的美版和日版 拥有着完全不同的名字和故事背景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却不是因为本地化工作的需要 而是因为美版的暴力刑警 实际上是著名电影 虎胆龙威 Die Hard的授权游戏 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做Die Hard Archeid 也就是虎胆龙威街机版 这其实是一段很有意思的往事 所以本期节目就和大家来聊聊这款游戏 再聊聊这款游戏背后的故事 接着听的分数永远我最嗨 黄毛小哥也被我deny 索尼克看到我也要跟我say hi 悬眼前是我的乒乓球拍 不管世界变化有多么快 我还是拿着gameboy的那个男孩 各位 对于喜欢美式硬汉电影的朋友而言 虎胆龙威系列大概是绕不过去的经典作品 如果有看过老友记的朋友应该还有印象 男生三人组就都是Die Hard系列的粉丝 并且属于相当疯狂的那种 所以可想而知 对于这样的IP金矿 版权只有者福克斯电影 当然也会尽力榨干它的价值 1996年对于虎胆龙威IP的游戏授权而言 是相当重要的一年 福克斯在当年成立了一个游戏部门 来专门进行电影改编游戏的授权 因此那一年一下就冒出了不少 虎胆龙威的游戏 有第三人称射击游戏 也有轨道射击游戏 甚至还有一款驾驶类型的游戏 但这几个游戏的评价都很一般 同时因为福克斯影业在当年也准备拍续集 所以需要跨界造势 因此Fox就主动找到阶级老大世家 希望他们也能够开发一款全新的阶级游戏 并且使用虎胆龙威的授权 至于授权费用 象征性的给一点就行 只要世家肯做 一切都好谈 而恰好当时日本的世家的AME 正在和美国世家方面合作开发一款 全新理念的动作过关游戏 当时世家在研判了市场之后发现 轻版过关游戏依旧是有着一定的拥顿的 只是玩家有一些审美疲劳 所以世家希望创造一款宇宙不同的轻版游戏 它需要更电影化 同时节奏也要更紧凑 因为世家认为当时市面上的轻版动作过关游戏 在战斗之间往往有着太长的间隔 他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新系统减少这样的时间间隔 并且提供新的令人兴奋的玩法 所以世家就设计了一个系统 在正常战斗的不同阶段之间 会加入一些简短而华丽的小过场 并且期间需要玩家准确按下按钮来获得一些好处 比如跳过一场战斗 或者获得某种武器 而玩家如果没能够及时按下按键 则会获得相应的惩罚 这就让玩家需要全程始终全身贯注 充满了刺激和新鲜的感觉 世家在内部 把这款游戏叫做The Nightmare of Decca 也就是爆裂刑警 因为在故事背景上 这款游戏讲述的是两位英雄警察潜入一栋大楼 阻止恐怖分子并营救总统女儿的故事 而当Fox找上门来之后 世家就立刻意识到 这款正在开发中的游戏 几乎不需要任何修改 就可以完美适配胡胆龙威的故事 毕竟世家在创作这款游戏时候 他故事背景的灵感啊 本身就受到了胡胆龙威的启发 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 想什么就有什么 世家一看Fox找上门 当然是满口答应啊 一段时间之后 世家美国的工作人员 就向福克斯演示了这款游戏的初始关卡 福克斯方面当然不知道世家内部的这些事情 所以当他们看到游戏的演示之后 真的以为这就是世家利用胡胆龙威的IP 全新开发的作品 并且对于他们高效印象深刻 于是世家就把爆裂刑警中的角色和大头的名字 改成了胡胆龙威中的名字 并将这款游戏的美版命名为胡胆龙威阶级版 当然因为Fox的授权并没有涵盖日本市场 所以日版就仍然保留了初始的名字 爆裂刑警 不过两个版本的区别 说实话也就是这么点 其他的内容基本都是完全一致 所以如果你希望在这款游戏之中 获得完全沉浸在第一部胡胆龙威电影中的那种剧情体验 那么你肯定会失望 毕竟幕后故事你都听到了 你自然也明白 这个游戏 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胡胆龙威改编游戏 不过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有趣 且足够硬核的3D清版动作过关游戏 那么你一定会非常喜欢爆裂刑警 游戏本身的操作也谈不上复杂 就是拳 脚和跳跃三个按键 但你可以将所有的这些按键组合在一起来使用 做出许多不同的有趣的攻击动作 同时如果你靠近敌人 你就可以抓住他 并且通过暴揍和投掷造成相当的伤害 同时游戏还有各种各样的武器可以使用 以清版过关游戏而言 可选择的种类真的是很多啊 比如说手枪 机关枪 炸药 甚至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每一种武器都有不同的用途 那有的武器呢是专注于刺伤 有些武器呢可以对敌人形成控制 总之清版过关游戏中常见的套路 在爆裂刑警中都有 而且它是全3D的 并且还有过场动画以及QT 所以当初我第一次接触到这款游戏的时候 说实话也是印象深刻 大为惊叹 不过说来有趣的事情是 虽然《爆裂刑警》是一个街机游戏 但我当年好像并没有在街机房里 玩过这个游戏的街机版 我一直都是在土星上玩的这款游戏的移植版 并且因为我的SS是在南京古楼的一个游戏店 花300块钱买了二手机 所以只有一只手柄 当我当年在电网上看到这款游戏介绍的时候呢 所以我就去买了蝶片回来玩 而且还喊上小伙伴来共同玩耍 可是因为只有一个手柄啊 所以也没有办法双打 就只好大家换着玩一人一条命 就感觉很傻嘛 因为明明是一个双打游戏 就只能一个一个人玩 所以我们就决定啊 共同出钱去再买一个SS的手柄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同心协力拯救总统的女儿 但当我们跑 当我们带着钱跑去游戏店的时候呢 这个注意力啊 就莫名其妙的被转移到了一个国产的DDR跳舞毯上 那个跳舞毯的质量其实非常差啊 极为不灵敏 而且放在地上会滑动的很厉害 因为不值钱嘛 可以说买回来就是上当 而且不仅是这个跳舞毯很上当 关键是我们也没有钱再去买手柄了 导致很长时间的时候 我跟小朋友一起玩这个游戏 就只能轮流玩这款明明就可以双打的游戏 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悲伤莫名 说实话 游戏店老板应该挺喜欢我的 因为一则我不太擅长还价 二则呢 我常常被他忽悠买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算是帮老板销了不少库存 但是有些买回来也挺高兴啊 比如我记得买过一个 有一个按键可以切换的那个PS的记忆卡 一张卡抵八张卡用啊 什么的也有好东西 总之 这款爆裂刑警啊 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关于它的幕后故事呢 就和大家基本回顾到这里吧 至于游戏本身 那与其听我说 不如大家自己去玩玩 不过我建议大家就不要去玩SS版本 而是去玩这个游戏 后来移植到PS2上的那个版本 因为那个版本不仅有更好的画面 还有一些有趣的原创模式 OK啊 那本期节目的正片呢 就到此为止 接下来还是闲聊时刻 闲聊几句啊 历秋了朋友们 说是一场秋雨一场凉啊 可是也没有下雨 依旧很热 南京是出了名的秋老虎 所以短期内这个温度也下不下来 加上我这两天不是生病吗 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好 很奇怪啊 我这个病倒也不是说什么发烧什么的 可能就发了一天低烧 然后肌肉酸痛呢 也就持续了大概一天 一天半的样子 也就好了 可是呢 就是非常疲惫 整个人特别特别的虚 就坐在那啊 汗如雨下一般的感觉 都是非常虚 我母亲啊 我老婆也是这个状态 米勒的状态相对好一些 那可是这样你还是该出门 你也得出门啊 你得要比如说 得拿东西 得买东西 来录节目啊 各种事嘛 那昨天我出门 骑自行车啊 我现在去哪儿 我都是骑着自行车 而且还是索踏 就这么骑着 出门我就发现 我自行车的这个 刹车啊 有问题 咔咔咔 只想 而且刹不动 那我就只好过去修嘛 虽然我自行车 不是什么好自行车 甚至都不是这个碳架的 就是一个铝合金架子的 就更不用讲什么启动啊 什么全内走啊 电变啊 一样都没有 但是也不妨碍 我还是很喜欢我的自行车 因为我每天骑着 拿它锻炼身体啊 感觉也是获得很大的乐趣嘛 所以仨有问题 你肯定得去修嘛 但是人又重度疲惫 本来又热 然后那人又虚的不得了 就没有办法呀 就硬顶着骑过去修 正常就六公里左右 按说状态正常的时候啊 说实话 你又不是全力输出的情况 过去汗都不出 或者稍微出点汗 完全没感觉的 当然就昨天 我那骑的就感觉在路上 就虚脱了一般呢 我就担心 卧槽 我是不是要得心肌炎呢 很慌啊 硬是骑到那 骑到那 然后我就跟他说 这什么情况 然后他就架在那边 帮我做一个维修 因为他其实是 这个他跟我说 是这个型号的车的设计有点问题 他那个管线会有点 就是刹车的管线会有一点点 积水就会导致这个情况 所以他帮我换了根线 也没收钱啊 很好 所以在修的时候 我就在旁边看看嘛 看到几款车型啊 都是那种全内走电变啊 气动靶啊什么的 很帅啊 但是我买不起 我真的是买不起 我就他有那个钱 我可能也不会优先去买一辆这种这么好的自营车 因为我毕竟我也不是运动员 无非就是每天锻炼锻炼而已 对吧 但是不妨碍我欣赏 他在那看 看了一圈啊 很满足 车也修好了 修好了呢 我就看见他那上面啊 有一个各种费用名细嘛 其中有一个全车养户啊 多少什么什么的 我就问他说 我这个车要不要养户啊 多少功力要养户啊 我就问一下嘛 然后他跟我说 他很认真的跟我说 说你这个车啊 只要是能骑啊 我建议就不要养户了 我心领神会啊 就是你别浪费这个钱 你知道吗 想想有道理啊 于是感谢之余 我就将车骑走了 修了一下 的确是很灵光啊 骑起来也非常舒服啊 然后回回家 不是来的时候六七公里 回去不还六七公里吗 走了一半多啊 就完全没力啊 没力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你不是骑到红绿灯那边 你要解锁吗 不解锁 你那俩脚被锁在这个脚踏上 你就零速摔了嘛 要到红绿灯要解锁啊 解不开啊 就是就是脚上没力你知道吗 就是一扭就解开了 硬是解不开啊 哇挣扎半天卡 终于解开 然后没有避免了零速摔的尴尬 就靠在那 然后我说这不行啊 这样真的是不行啊 绝对要出人命的 然后我就下车 把车往路边一放 然后旁边有一个那种 罗森呢 这一堆便利店 我就坐在里面 就弄了一个冷饮 补充一下 吃一下 然后歇了可能20分钟 才回过地 好不容易才回到家来 然后晚上又有点滴烧 早上起来听我嗓子 还是不太对嘛 早上起来 而且这个病很神奇的是什么 就每天晚上你都觉得 你的病已经基本好了 说今天再睡一觉 明天肯定没问题 然后明天早上起来 一睁眼就讲 哇好虚啊 好虚 就那种感觉 很耽误事啊 我最近正在制作 一档这个收费的音频节目 就是我的二星传奇 也因为这个事耽误啊 那完全是 都是录不下去 整个坐在那 基本坐20分钟左右 你就会觉得身上很虚 就要躺一会儿 才能缓过来 不过今天又感觉比昨天好 所以我今天再休息啊 再睡一觉 明天应该就真的好了 总之啊 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呢 对吧 也平时要注意休息 尤其是如果 生点小毛病啊 不要逞强 就像这样 什么大热天骑个车 就不要逞强 真的是没准啊 小毛病也给搞大了 所以注意身体啊 好 就和大家闲聊这么多吧 接下来还是广告时间 淘宝店啊 各种有趣的收费节目 新上的绍红谈天说地 使我 六经助我 这是一个讲述我成长阶段中的 人生故事啊 还有我的一些分享 一些经验啊 反思啊 就是有时候做 就是不是这句话吗 成功也可能没法借鉴 但是听听一些失败的教训呢 也可能可以避免 虽然或许也不大 但是当个故事听也不错 那其他游戏类的 分游戏类的 也都在卖 琳琅满目 风简游人 总之 谢谢各位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 再见 再见